七一的襲警事件其實已經是恐怖活動的行為 但之後竟然在網上看到有些賽後檢討 有人說要怎樣更加急准 教別人怎樣襲擊警員 或者襲擊女警更加好 甚至說去宿舍去佈警員或者家人 我覺得這些是非常恐怖和冷血的行為 加上有人繼續去美化和英雄化這個兇徒 又說他是烈士、又說他是義士歌頌他等等 甚至去搞一些組織性的悼念他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是去美化恐怖主義的人 加上今天主席我們又有新聞 竟然有大學管理層中學校職員 加上六個中學生去做土製炸彈 說要去炸海底隧道、法院和公共設施 其實恐怖活動已經在香港開始發生著 並不是說說就算他們真的去做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局長 現在網上宣揚這些暴力仇恨、美化恐怖主義的人 甚至組織去悼念這些襲警兇徒的人 其實是否協助恐怖主義行為 我們現在有沒有任何法例可以阻止他們這些行為發生 另外當然我們接下來也希望盡快推動23條立法 以及我一直推動的打擊虛假信息 以及仇恨信息的 煽動仇恨信息的一個立法 我都希望可以盡快有時間表 但是未立法之前 我們現在是否有法例可以去處理這些行為呢 局長 多謝主席 目前我們是有不同的法例去針對這些網上煽動這些活動 包括刑事條例的第九條 即是煽動罪 也包括國安法入面 其實這個是恐怖活動入面第27條 也有說到任何宣揚恐怖主義 或者煽動實施這些恐怖活動都是違法的 另外在我們聯合國法通條例裡面 也是可以適用一些協助及教唆 這些都是可以適用的條例來的 另外我也想說一說 我非常同意郭議員剛才所提到 就是我們去美化這些人 或者試圖淡化 是一個對社會很危險的行為 因為為什麼呢 你做這些行為 令到多些人出來鼓勵一些人去同情這些恐怖分子 同情的人 將來就變成支持的人 支持的人將來就變成自己都是恐怖分子 任何這些企圖美化或者淡化這些行為 其實在做的就是傷害全香港的市民 正如昨天我們抓到的案件裡面 這些暴徒 他們的目的已經是炸海底隧道 炸法院 在垃圾桶放這些爆炸品 其實受害的就是大眾市民 如果我們不一起出來譴責這些行為 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消息 麻煩大家分享 留言 讚好 訂閱 我們的WeChat Facebook YouTube 多謝大家 多謝你